造成一個這個牆的素材 發光牆的素材 其實老實說你已經完成超過六成了 因為那個素材做得漂亮 後面就大致上很快 如果你前面的素材做得不好 結果發光的效果不好 你做成立體的效果就比較差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你要把它轉成3D的 就變成3D圖身 然後呢我們需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你要讓它看起來3D圖身表 很重要就是要把它變成立體化 像你現在看到的這樣 我用一面牆,第二面 有沒有,這樣子 然後這裡還有一面 第三面 然後呢這邊還有一個對不對 四面 原則上至少要四面 當然你用的六面效果也很好 至少你要四到六面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我先把剛剛那一個 現在這個做好了 先轉成3D 好,先轉成3D了 那轉成3D之後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 因為變成3D之後 其實你就自由了嘛 有沒有在這個範圍裡面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對不對 好,那你可以先 在做之前 你可以先把這個尺寸拉撐 就變大一點啊 好,你可以把它變大一點 因為這樣待會你在做的時候 有比較大的空間 反正超過的沒關係 我們主要是由攝影機來決定 好,攝影機來決定 所以你把它變大一點 那這裡有一面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兩個view 兩個view 你待會再看會比較容易 好,會比較容易 這樣有一個 然後呢,我再Ctrl加D 好,或者是你到這邊 Due Make Ctrl加D 這個地方我就再拉出來 所以我一個 然後呢,這裡 這一個 我再往前 這樣是不是兩面 對不對 那接著呢 你就翻轉一下方向囉 我再 點到這一個 我現在是前面的 Ctrl加D 我把它旋轉一下 好,我把這一個旋轉一下 按R 你就看看 這個是哪一個方向 是這樣,是S軸 Y軸還是D軸 如果搞不清楚的 你就每個軸都轉看看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 對不對 好,這個 我就轉90度 好,我就把它往前 拉過來 拉過去 這樣 那當然你可以稍微拉撐一點啦 如果你要把它拉撐一點也是可以 你可以加上一個Scale S的部分 看一下哪一邊 像這個 這邊 綠色的是什麼 Z軸吧 Z軸拉開 有沒有 你可以拉開一點點 好,那原則上就是把它交織一下 那這個好的 就Ctrl加D 另外一面就好啦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然後呢 你可以再加 再加其他的 這個 這個不見到拉那麼開 你可以放進來一點也可以 好,就是 類似一個井字號 因為待會我攝影機要在裡面亂穿 你看我們這邊完成了 有沒有這樣 我的攝影機 你加 對不對 而且我這個面有沒有把它撐得很大 你要稍微那個高度拉開也沒關係 也是可以 所以我們攝影機就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就會覺得它有很多的線條 四周都看得到 四周都看得到 所以這邊如果你想再把它撐開 也是可以 把它撐開 那這樣我有四個面了 有四個面了 所以我先暫時這樣 我就再增加一個攝影機的塗層 攝影機的塗層把它撐進來 好,就照預設值的進到裡面來 好,進來之後 因為攝影機會怎麼樣 還離得蠻遠的 所以效果比較差 所以我就從這個地方 把攝影機撐進來一點 焦距不變 焦距不變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樣 欸,這裡好像 再進來一點 進到這邊 你試試從不同的角度 從上次圖 你看一下 欸,我從這邊 轉換一下不同的角度試看看 看看 欸,這樣看 但是這樣有好像 還有一個問題還沒解決 什麼問題 你看我們剛剛這樣做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做 除了發光的線條 旁邊是黑的 黑的 因為我們現在疊在一起會不會擋住 會 你還記不記得以前 我們在AE裡面 曾經有介紹過 AE有混色模式 跟Poshell一樣 在哪裡 知道嗎 在這邊 你看喔 我從這裡 如果你有進到我們這個 剛剛不是有進到這個 Switch嗎 剛剛做那個遮罩那裡 裡面呢 除了這個 遮罩以外 另外就是混色模式 所以我這邊按一下 你看 好 預設呢 我們都是正常的 混色模式都是正常 就前面是混色模式 後面是什麼 知道 那我們預設都是所謂的normal 正常 所以當然緊髓不辦 黑色就黑色 那你想看看 在Poshell裡面啊 各位 我們上次有給各位看過這個嗎 Poshell哪一種混色模式 會讓黑色消失 你有沒有印象 有一種 有幾種混色模式 會讓黑色消失的 色彩 對 色彩真實是一個 還有一個 叫做什麼 在這邊 你先看一下 這裡是會變暗的 有沒有 這裡是會變亮的 然後呢 下面這邊就不一定 下面這邊就變化比較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這邊都會變亮 這邊都會變暗 好 都會變暗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找哪邊 找這一塊 找這一塊 你可以去看看 我把這幾個 我就一起選起來 一起設定喔 你看 把它變成加亮好了啦 你有沒有覺得亮度多很多 那這個時候 你再移動你的攝影機看看 當我攝影機躲到裡面去的時候 這樣有沒有看到比較多 有很多條 有很多條對不對 好 那所以說 這個就要看你條的角度 我今天從Top 再從Lapt 我們去看看 當然如果你可以擠進去是最好啦 擠進來裡面 這邊 我們盡量就看那個有交錯的 有交錯的 有交錯的 在這邊 我看一下 這裡 兩個 好像都比較沒有看到那個橫條的 所以我就要去找看到我們那個橫條的 這裡 這一條 有沒有 這一條 我把它縮放一下 S Scale 我把Z軸 拉成 Z軸 然後呢 S軸 Y軸 你去看一下 看 哪一個齁 那盡量讓它就是說 我看過去 會有比較多線條的感覺 那這個也是一樣 Scale 拉成 原則上就是從上面跟什麼左邊 你可以先調調看 那個感覺 那其實呢 很多時候我是會把攝影機塞到裡面去 就塞到我們這個線條裡面 我知道了 因為我還沒有做另外一個 我就做四個面 所以效果比較差 我再把另外兩個面補起來 齁 我把 攝影機先關掉一下 我把另外兩個面 補一下 我們現在這裡呢 有 這樣這樣 我再把這一邊跟這一邊補起來 齁 我先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它 Ctrl加D 旋轉一下 S軸 Y軸 看一下 這又不是 Y軸 對 這一個 我就再多做一個 因為這樣你會看到比較多 好 把它拿到旁邊 這樣 那Ctrl加D 再複製一份 拿過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看到這兩面了 對不對齁 那當然 如果你這樣看到邊界就不太OK 你可以再把它延伸 我們一個原則 就盡量不要讓它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界線 所以我看一下 這個不是 Y軸 不是 那你就記軸 你就把它拉伸一下 它的 我看一下是哪一個 S軸 S軸 拉伸 拉伸 好 你就找找看 這個 那我們再去調一下我們的攝影機 眼睛打開 所以你只要把攝影機藏到那個裡面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喔 我在這邊 這個效果就比較好 有沒有 這樣有隨時撐住嗎 有喔 有喔 你的攝影機 你了解這個概念齁 所以 這個東西可能就是要 讓各位自己去調整一下 因為每個人看的角度不一樣 看的角度不一樣 可是你會發現 當你攝影機藏到裡面來 效果確實好很多 因為我們剛剛 利用了什麼 混色模式 讓它每一個產生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發光的牆 都可以因為加量的關係 加量的關係 讓它的線條 只有交錯的 就會越亮 這樣會越明顯 那你也不要忘記 我們線條是會動的 對不對 我們每一條線條都是會動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給你先試看看 好不好